好 那这几天很多民众也开始忙着来检视一下 自己住的地方安不安全 因为这场地震不少结构有问题的房屋 也跟着浮上了台面 像是位在台北市中正区的新龙社区 原本就已经被判定是海沙屋 这次地震中屋内外墙也都严重的损毁 甚至已经没有寄师赶签建物使用许可 居民也呼吁北市府应该要赶快都更 这是我们11栋的水箱 因为这个海沙屋的关系 它整个水箱的底部已经向下呈现 所以这个经过我们土木祭司学会 还有土木祭司工会 他们两位祭司来鉴定 这一定是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没有办法补 因为在海沙屋嘛 所以没有办法补 但是这个最可怕的是 万一地震一塌下来的话 整个塌下来 而且会联动影响我们楼下住屋的安全 我们现在非常担心 这上次副市长来看 他说这个一定要加速杜根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补嘛 而且你在水箱的话 生活 我们住屋的生活你必须嘛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停水 我们要另外做也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非常迫在那个眉睫 已经经过了四年九个月 今年来说依我所知道 所有的祭司都不敢再签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所以我们希望是 蒋事务能够协助我们赶快都根 才是上策 补强的话 这个可能看 因为后续我了解已经 可能 是不是有进入到一个 都根的一个情况 的一个程序在走了 对 那是不是要做补强 这个除了就 如果真的有立即的危险的话 那我们再做一个研判 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 那如果有需要补强 那我们还是会做补强 那如果是还在可以 容许一个范围内的话 那我们可能等到后续的一个 都根的情况 再来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不过也发现到了 这次的花莲大地震 相较于921大规模跳电 跟电网系统毁损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停电情况 但是有侧翼就带风向 说都是因为绿能和除电系统 发挥的作用 立委徐晓星打脸 这次的镇央在东部 对于西半部相对影响小 如果镇央在西半部 全台的电网还足够坚韧吗 他也质疑侧翼带风向 就是为了要卡核三研议案 这次的镇央并不是在西半部 这才是重点嘛 我就问上次921的时候 镇央在哪 在南投 所以他对于整个西半部 他造成的这个创伤跟损害 是非常的大 这次是因为镇央是在东部 所以整个包含 他整个传导过来之后 对于整个西半部的影响 相对是比较小的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西半部 今天人口多 然后你就觉得 好像东半部的人他们不重要 只要看西半部 好像损伤不是很严重 你就觉得说没有关系 东半部因为他的地广人稀 所以你看到他比如说 像我们是在一些路段上面 像苏花公路等等的落实 这个是最危险的 但其他的部分地广人稀 他的影响相对 就没有像921的时候 往生这么多人 可是我们要思考的是 如果下一次来的大地震 他正央像921一样是在西半部呢 我们所有的电力设备能够配合得上吗 不会有停电的情况吗 我们的电网够坚韧吗 不会很脆弱吗 对所以我觉得啦 他们现在是因为 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现在如火如荼的一些案子 接下来要审查的是 核三厂的研议案 那显然就是说他们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地震事件 就再一次带反核的风向 让核三的研议案不要通过 或者是说施加一些民间的压力 给支持核能发电的 包含国民党等政党 花莲墙镇各地不断传出崩塌的灾情 其中位在苏花公路的夏清水桥 也被震毁 25公尺长的桥面是整段掉进谷底 桥面十分的惊悚 不过却有网友发现了 在夏清水桥旁边的一座日治时代的旧桥 居然是毫发无伤 让他非常的吃惊 贴文一出 网友也纷纷直呼 这代表是百年来 我们的建设没有进步吗 还是以前的人造桥比较用心呢 而台湾发生了规模7.2强震之后 日本网友再度提到 台湾在日本311大地震 以及能登强震时的捐款 喊话要向台湾报恩 有一名日本网友 在一则主题为台湾地震的文章中 留言提到 儿子想把手中的压岁钱1万日币 约新台币2120元捐给台湾 他也对儿子说 这样压岁钱会全部都用完呢 但是儿子回答他 说台湾人帮过日本人 所以没关系 日本网友也纷纷称赞 这名孩子的行为好窝心 很了不起 持续来更新救援行动 太鲁阁搜救行动直升机 吊挂7T次 一共救出了82人 不过沙卡当疑似遭到土石活埋的一家五口 疑似寻获了爸爸以及大女儿的遗体 但是因为余震引发山崩 搜救情况目前还是暂停的一个情形 我们连线给记者王书宏 好的主播 各位观众 太鲁阁的前进指挥中心 在稍早由直升机吊挂出来 13名的游客 目前正在减伤当中 判断他们的生命的真相情形 以及身体的健康 今天总共是7个T次累计 已经来到82人 是利用直升机吊挂的方式 然后来脱困 他们大部分是身体不舒服 或是有慢性病 以及比较小孩子等等 或是孕妇 那在今天整个救援的行动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沙卡当里面 6名失踪的游客 那有发现到了两具的遗体 一位是男生的大人 和一位疑似是女生的小孩 但是整个搜救行动 受到了天气的影响 再加上一两点的时候 余震不断 甚至因为余震完之后 还出现山崩的情况 因此是暂停搜救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八点半进去之后 就工作到刚刚的时间点 那中间大概碰到四五次的落实 那中间都有做一些紧急撤离 那最后最后是因为落实的状态 越来越密集 所以后来我们的安全官跟我们现场指挥官 就基本上就决议 我们就现场的时候就先撤出这样子 那么多度大概多走 大概就五十到六十度这样子 在最陡的位置 当然也有缓坡 越进入河床位置越缓 因为现场都有蛮多的碎石 那个还有铁丝 因为不仅都先走到 都一些碎木头的部分 那目前这样看 最快是不是可能 等到明天天亮才可能再进去 目前我们就先把我们现场状态 就先交为我们的花林的 这边的消用区 让我们去评估现在的状态 如果他们这边有需要 或是评估现在的天气状况 如果待会开队长会议之后 有需要再派人的话 我们就一样会 依现场的能力去派进去 这样去协助 对救大队呢 因为安全的顾虑 因此在沙卡档市暂停搜救 再加上现在天气 其实雨势越来越大 如果一旦遇到了雨的关系的话 山上的土石可能会演变成为土石流 会造成搜救的危险性 因此整个搜救行动 后续射火还有直升机调挂等等 都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以上是来自泰鲁阁的现场情况 时间镜头交还捧内主播 而另一个救援现场 是下午的四点多 空勤直升机 是再度的运送第七批 精英酒店受困的民众 共计有十名大人 三名小孩 我们也把行刑交给记者 纪博师 主播记者现在在位置 就是泰鲁阁的前进指挥站 就在稍早四点多的时候 第七批的这个精英的受困的民众 游直升机搭载下来 总共有十位大人三名小孩 那十位大人当中 有包括了三位外籍的游客 那今天早上 一直到现在 总共收救了第七批 刚刚稍早的时候 已经十位大人三位小孩下来 那他们就来到了这个 舰检站的部分 做一个生命迹象的检测 那目前看下来 大家走下来 都还算是顺利 可以自行下车 有点难得简单心理 那其中有一位受困在 精英酒店的无性民众呢 提到当初恐怖的回忆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访问 那个土砂一直掉下来 山上的砂土掉下来 落石一片昏昏灰 就断信什么都不晓得 手机也不通啊 电视也不通啊 什么都不通啊 没有办法联络到外界 就在那边躺 没有时间 有一阵或随时都在一阵 随时都在一阵 有大有小 随时都在一阵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 在山上待比较久 那普遍来讲都是 可能情绪方面比较激动 那血压比较不稳定 那其他大致的生意状况 还是算良好 好了这位吴先生呢 原本在这个青年活动中心 受困的 当下呢 他表示相当的恐慌 因为看到边坡 就沙石滚滚的下来了 然后呢 他们后来就到了 这个精英酒店 来做一个集中的一个避难 那就在刚刚的时候呢 他也量到血压 来到了一百九 因为可能是有点紧张 不过呢 这状况都还是可以的 那刚刚呢 接下来呢 这些就会到这个地方安置 那刚刚有这个外国的游客 也问说 火车站的位置 在哪里 可能在这个状况无语之后呢 他们就要自行离去了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还给逢内鼠播 八年强政打乱了亲民运输 台九县苏花路廊下清水桥段落 预估明天晚间开放临时便道 先开放小行车通行 那么航港局在今天也持续协调 新排马轮以及台北快轮 提供苏花海运接驳 预估今天会有282辆车 503人透过海运接驳 航港局也表示 明天因为台北快轮有两岸既定的运物 因此无法再协助运输 新台马轮则是可以再协助到6号为止 星期天将是苏花公路的复原情况 以及船班调度情形再进行评估 好 不过呢 目前花莲的情况 除了这个余震落实不断 接下来要留意天气会不会影响到救灾 尤其现在余震不断倒塌的花莲 天王新大楼 在刚才传出又向前倾斜了一公分 距离对面的饭店只剩下大约3到4公尺的距离 为了安全 拆除的厂商是先在大楼一旁设立了支架 而就在5点多的时候 从圆弧形的立面开始拆除 接着呢会再拆除楼顶的水塔进行放水 接着再来拆除对水塔和电梯的机房 最后再从上面开始慢慢的肢解大楼 希望尽快可以完成拆除作业 而现在下午5点之后 大纲牙也开始进行拆除 现场的最新情况 有没有受到一些余震的影响 或者是现场的天气如何 我们赶快连线记者陈冠宇 最主播花莲大地震第三天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后方的天王新大楼 下午5点过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拆除作业 巨型的这个大纲牙 已经从最上面的这个半月形的建筑物开始夹取 上方的这个建材不停的落下扬起了非常大的烟尘 那为了防止呢 这个在拆除的过程中呢 这个整个行岛的这个建筑物呢 会往前在坍塌的风险 前方9楼地板的部分 有架设这个H型钢梁做支撑 而旁边的这个梁柱呢 也有一只总共是两只的H型钢梁在做支撑 那建设处处长呢 稍早也有进行访问 比较长臂的这个 它这个叫破碎机啦 大纲牙 俗称大纲牙 那这个长臂的这个拆除机具 是我们一开始在拆除最主要的这个拆除机具 那因为施工空间也很有限 那周边的领防也很近 所以我们不可能投入大量的机具 那没有用 那没办法去做拆除 一定要先把它上面卸载拨下来之后 才可以有比较多的其他的机具去做协助 巨型的这个天王新大楼拆除作业呢 预计会在两周内结束 那每天呢 是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作业 就是希望能尽快地解除这个危机 那有关于这个大楼内部民众的物品呢 花莲县警局也已经规划 分别会在天王新大楼旁边 中山路东侧 以及花莲市国福土资厂 设置两处的石德物收集站 工程人员若是有捡到这个 有价值或者是 有这个纪念性质的物品呢 都会送到这两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住户呢 去认领 警方也会逐项的登录 列册以及拍照 这是我们现场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交还同类主播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感谢观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